这家人的厨房绝对是全小区最忙的厨房 三代五口早中晚一天要吃八顿饭 先是电音奶奶每天不忘掉房子 凌晨四点必须喝粥润嗓 接着是委托人夫妻六点半起床吃早餐 七点半出门上班 最后是当老师的父母八点起床 压轴出场 一家五口三种时差 白天几乎见不到面 半年吃顿团圆饭都是罕见 但这都不妨碍一家五口感情深 住在140平里的房子里也凑合 一年前小区进行老旧改造 统一加装电梯 结果电梯通道做完三步包 不保温不隔音就算了 居然还不防水 吃过见过的阿怪也是一脸猛逼 楼上的洗衣机开始工作 楼下的阳台就产生共振 污水顺着墙缝就下来窜门了 另外为了配合新电梯 一家人调整了入户门 进门后需要穿过厨房和餐厅 然后再下660毫米高的台阶 才能到达客厅 黄霸作为博士生导师 改论文只能在客厅小茶几 嫌矮就电字典 嫌高就偷拿老伴的瑜伽店 就这奇葩的格局 小偷来了都想报警 设计师陈兵大老远跑来透热闹 一进门就展现了自己的专业素养 别笑 这家居然被刮走了半辣书房 设计师往阳台一站 都分不清室内室外 边界感那是一点没有 往里是正经餐厅 唯一的作用就是摆了一张餐桌 坐下和厕所马桶面对面 一家人也不爱用 还是厨房里的小桌更有性价比 家里三间卧室挤在一起 一人睡觉打呼 全家失眠 尤其是黄爸黄妈的卧室最殆尽 窗户根本关不及 黄妈只能强制爱 小夫妻的房间是家里最小的 衣柜塞得满满灯灯 多出来的只能挂在走道上 夫妻两一个办公一个书装 都在一张书桌上挤得慌 蹲坑一大人生问题 这家人却连个正经厕所都没有 客卫面积小得可怜 蹲坑紧挨着洗手池 发夹牙刷是什么都吞过 另外客卫和厨房之间的水管很细 两边还不能同时用水 主位下水三天两头 地漏反水经常篡位 一家人也不爱用 设计师摇回工作室 立马召集小伙伴们出方案 房子交给施工队 该清的清 改来的拉 最后剩下干干净净的水泥坯 设计师计划改变房屋入口洞线 把电梯外廊一分为二 一半变成部分玄关 一半改为新厨房 原有厨房打通作为入户门厅 餐厅位置保持不变 让新厨房和客厅连接 作为一家人的主要活动区 三个卧室大挪移 奶奶房改造成客厅 旧客厅改成小夫妻的卧室 两个人锻炼学习都在里面 改变客卫门的方向 将客卫内入小夫妻的卧室 作为夫妻俩的独立卫生间 阳台打开可以种绿植 一部分融入室外 利用客厅的侧面 开窗借紧 增加了室内室外的互动 奶奶房和父母房位于同一平面 距离主位只要几步路 省得上下楼梯 卫生间采用同层排水 增加了一套新的排水系统 减少楼上楼下的协调问题 厨房漏水则是选择 在室外安装排水管道 防止出现堵塞 设计是为了节省层高 地面安装更为轻薄的地暖系统 冬天也不怕动老人 室内阳台做好防水 同时通过安装吊顶和隔音棉 降低电梯走廊产生的噪音 最后在家庄通道的接缝处 做天沟避免漏水 60天改造就圆满结束了 一家五口等不及来收房了 电梯走廊搬进绿植焕然一新 设计师贴心准备了长盾 老人散步回来后 可以暂时在这歇歇脚 电梯间正对的墙面 保留了原有的窗户采光 增加了上下两个灯 温馨舒适 一整面墙柜里也能储物 奶奶的拐杖和买菜车都能装 其中一格带紫外线杀菌功能 专门放外卖 一进门的厨房变成玄关 走到两侧设置超大储物柜 放鞋子挂衣服 下方安排可活动换鞋等 方便老人换鞋不占空间 一家人简直不要太满意 空间那是一点不浪费 走廊镜头隐藏洗衣机和烘干机 设计师特意做了抬刀设计 就算矮小的奶奶想自己洗衣服 也不用弯腰 往里走是多功能餐厅 环形倒台拼接餐桌 吃饭学习都可以 黄霸的学生来了 也有了交谈的地方 两张桌子可灵活移动 重新组成一张超长餐桌 桌角做圆壶设计 也不怕老人碰瓷 搭配温馨的照片墙 生活感满满 对面柜子隐藏超大冰箱 三代五口一天八顿的伙食都能装下 中间是新增的吸厨 储物柜洗手池都安排上了 设计师是懂生活的 倒台下方安装恒温酒柜 闲暇时一家人小酌一杯 也非常巴适 上方配备升降插座 不用也不占空间 冬天吃火锅必不可少 一家人最关心的厨房 设计师装上了洗碗机 上方安装大片玻璃窗 一家人做饭之余 还能欣赏外面的景色 灶台下搬进了大烤箱 老太太明年过生日 就指望她烤大蛋糕了 客厅中央是松散的沙发与座椅 可以根据需求任意组合 墙面书架设计师也细心做了设计 挪走下方书柜 可以放下一台钢琴 给未来第四代提前准备上 厕所外设洗手台 热水随便自己调 淋浴马桶老规矩的干湿分离 给老太太安排上专用扶手 老胳膊老腿还能倔强七八年 是一点不要家人帮 下沉室卧室层次改十足 原先的客位变成了 小夫妻的独立卫生间 里面安装小型装静台 一家人是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设计师保留了原先入户门 充当后门用 小夫妻晚归不经过前厅 也不怕打断老人做梦 从后门直接通往卧室 超大双人床 躺下三人都绰绰有余 对面安装超大电视 配合设计师特意留出来的边缘空间 小夫妻在这跳槽运动都很方便 另外在卧室里 设计师还抠出了一件步入式衣帽间 能包援夫妻俩春夏秋冬的衣服 靠墙是精心设计的读书角 小夫妻可以在这安静看书学习 累了就坐在角落小沙发小气 这还不够 挪开沙发 下面是走步机 是设计师特意为两个小年轻准备的 夫妻俩开心的满脸都是牙 外面露天阳台种上小绿植 增添了一丝自然气息 这下夫妻俩在家能待上一天不出门 黄霸黄妈的卧室带工作间 是设计师特意为黄霸改论文准备的 书桌可升降 以后孙子出生 也不怕熊孩子捣乱 窗台下方设置一排收纳抽屉 可以充当小沙发 老人坐在上面能边看书边补盖 最后是为奶奶量身定做的老人房 设计师预留了大量的空间 方便早起的奶奶在家运动 简约的椅子搭配具有怀旧感的柜子 清新雅致 大飘窗引入采光 空透明亮 下方设置圆滑的扶手 为老人助力 对面是奶奶专属的电视机 这下再也没人和她抢话 贴心的设计师最后还送上小礼物 一个电话手环 防止老太太玩失踪 一家人也送上了自制的黑胶唱片 周围写满冰歌语录 回去就给她摆起来 最后晒晒账单 本次改造硬装花费27.8万元 软装花费25.1万元 总共花费52.9万元